台湾的电子科技与绿色产业展皆文明国籍 随着iPhone6的推出 国内的电子零组件产业也跟着受惠 随之而来的iWatch也将加回电子产业的发展 可能电子产业要怎么去服务化 因为在网络时代的话将来除了硬体之外 怎么提供一些云端的服务 尤其这次的这个智慧生活的部分来讲 对我们电子产应该有些启发性 现在比如静康首帆的部分 还有家居安全部分 我觉得将来在大数据的环境里面的话 其实就刚刚提到这个能源的部分 也是可以做一个透过网络 透过智慧生活来做管理 科技服务化 服务国际化 我想这个台湾电机店的产业过去 已经有国际化的基础 怎么样跟这些服务功能能够做个整合 在网络时代 尤其当然这个苹果电脑 阿里巴巴的成功 我觉得带给一个台湾产业很多的启示 跟想法 随着大环境不断遭受破坏 受到污染 环保议题与绿色产业近来颇受关注 绿色产业的未来发展如何呢 绿色产业以及观光 Going Green and Tourism 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他们都需要政府主导 业者没有办法自行操作 因为他们牵涉到基础建设 国际标准 政策以及法律的制定跟修订 因此政府如果有很清楚的方向 跟长远的政策制定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如何让全民了解 政府制定这些重大议题 后面的才是更重要的一样 就是要让全民能够了解 不管是电子业或是绿色产业 都朝向国际化发展 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关注 及法律的支持才得以健全 那么现在呢 请所有大家